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观测站 我是胡婉玲 那么这个礼拜的新闻重点 有一桩国际性的消息震撼了国际 也就是北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传出说 他进行了手术 但手术不是那么顺当 以至于生命垂危 那这消息传出后 各种的消息衍生出来 那么根据我们民事 向北朝鲜方面的打探 我们得到了一个正式的说法是 金正恩确实是用手术 那么手术大致是已经平安下来了 目前人是留在距离平壤 四个小时车程的庙香山安养 但是他手术同时也在庙香山进行 而且说帮他进行手术的三位医师 都已经返回了平壤 这几位医师是在平壤医院里面的几位医师 那么特别到庙香山帮他进行手术 这是传来的这个消息 而庙香山这个地方 其实风景优美 有一些名胜地方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更具体 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场来宾也有人去过 有一个国际友谊展览厅 这里面存放的是国际元首 或友人制证金日常 或者是金正日的礼品 当年他们坐的火车的分段 也放在那里摆设 所以大家都看到 还有一些台湾人士 送北朝鲜的一些东西 也在那里看得到 好 金正恩到底生命是不是真的危险呢 那么我们共同来关心 请教这几位专家 为观众朋友介绍 出现我们现场贵宾 顺我左手边来介绍 首先介绍是文大韩文所教授 林秋山教授 欢迎您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继续我们介绍是 政大外交系教授刘德海 刘教授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继续我们介绍是 政大国关中心蔡曾佳教授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一个国家如果在紧急状态之下 有些时候会有必要的一种 尤其在北朝鲜 我们过去的经验就是封锁啦 消息或者相干人都找不到 但是我们确实透过国际外电 跟他们那边打了电话做了一些 但是我们当然就说 他讲了可能只有今天的身体状况可以 明天没有人保证又是怎么样 然后姨老师您知道 您早年跟北朝鲜也都常有往来的 您在评估于北朝鲜这个态势 这种消息分乱的情况下您的判断呢 我从这个现状看起来 我觉得这个主持人所讲的几点 我相信是这样子 第一个 这个他最后公开落联到现在已经十几天了 这个如果有真的有影响到他的生命的安全的问题的话 我讲应该会有一点乱的样子 但现在都是非常平静嘛 所以这个第一个我是觉得没有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北韩他为了这个领导人的这个身体健康的维护啊 他有几个国外的医疗班 像法国的啦 德国的啦 美国的啦 都常住在北朝鲜吗 他是必要的时候他就来的 但是这个根据这个报导啊 他这个一月底 法国的医疗团才回去嘛 所以法国的医疗团来看 觉得应该是觉得没有太大问题 他才回去嘛 可能是因为这个疫情发生了 所以只好隔离回家了 所以回家了 第三个呢 就是他为他开刀的医疏是北韩的医疏 这个我想如果他真的会影响到他生命安全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会请这个外国医疏主导 这样子比较慎重一点 因为毕竟这个北韩的医疗水准啊 我想还没有像一些个西方国家 或者是台湾 日本这么发达 所以我认为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好 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 尤其到这一两天又进一步的外电消息 也是从北朝鲜跟中国大陆同时也发出来给外界 可是那个文稿就说 其实金正恩还回电给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说感谢他参加了这个对这个北朝鲜的太阳节的重视等等 可是这个回应人没有出面 所以也能代表什么 不过我们再check一下 大家讲他开刀 就是说他身体的 外乎讲的都是好像心血管 为什么会想到这里呢 因为跟人看的2011年 这个金正恩的这个身材 跟现在时隔9年10年之后 相对比好像越来越大好 所以其实大家都觉得他的疾病就是来自于肥胖 当年他刚上台的时候他大概就100公斤 现在已经讲到说130公斤了 所以这个确实他的确实肥胖了不少 还有如果大家记得在2018年的川金峰会的时候 他走出来的时候他开始讲话 才只有走那么一点点一段路不到100公尺 他讲话的时候就一直都有喘气声 可以听得很清楚 而且是一个不断的发出了那个声音 那是证明他的心脏确实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好 而且这么年轻才30几岁 所以的话他确实是心血管方面应该是有一些问题的存在 那这一次应该确实是动了一些手术 那到目前的状况我也同意林委员讲的 就是说他现在应该是在休养康复之中 不是有大问题 就像您刚刚也提到 他的那个医生都已经回去了 那回去平衡那代表不是有很严重的才会回去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真的有问题的话能讲吗 能公布吗 以北朝鲜现在的态势 如果真有问题 他们可不可能先压一阵子呢 这个另外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他其实在这个权力的转移上面 已经有了做了这个准备了嘛 那就是他的妹妹金鱼症的部分嘛 所以现在刚刚包括了您讲说 他对那个阿萨德的这个回信啊 或者这些就是他妹妹都可以处理的事情 不需要他正面出来 所以只要没有看到他的人出来的话呢 到目前为止大家都没有知道 他到底是身体健康的情况怎么样 是没办法得知的 北朝鲜毕竟不是一个一般的 这个民主化发展进程的国家 它是一个极度封锁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那么其实很多的消息不容易往外透露 那么他们的媒体管道也不是那么样通畅 所以很多的消息面呢 其实事实上会不会经过很多层的过滤 蔡教授您看法呢 其实在那个像那个北朝鲜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就是要观察领导人的一个健康 大概就是说他有没有露面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嘛 那他这一次呢是从4月10号之后 就是劳动党的一个政治局委员会之后 他就将近十几天没有露面 那他之前呢2014年的时候 也曾经长达40天没有露面 那个时候大家也都是在猜测 说是不是他健康出了问题 甚至还发生了政变或是怎么样 最后才发现就是说原来他的脚去手术 因为他最后出来的时候是阻着拐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那个以北朝鲜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封锁新闻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态势 我觉得这个金正恩的确是什么 身体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而且呢刚刚主持人有讲到 就是说对于那个叙利亚的阿塞德的一个贺电 然后他予以恢复 另外还有一个呢 也是那个北朝鲜的一个新闻发布的 就是说他对于那些国家有所贡献的 那个的这些军民 他送上礼物 但是也是只有文字 他人都没有出现 所以这个就表示就是说 他现在的人一定是什么 一定不是在处在这个健康的一个状况下 那当然呢 以这个金正恩来看 这个心血管的一个疾病对他来讲 其实应该是 应该是最有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一个身体肥胖 然后另外他的一个烟影非常大 之前那个他搭火车到河内 然后到中间南宁的时候 他还下来抽烟 在月台抽烟 他妹妹还帮他捧着烟灰缸 所以我一觉得是说 他的烟影极大 然后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什么 心血管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负担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重 而且呢 再加上4月15号 是他最敬爱的那个爷爷 金日成的一个名单 是北朝鲜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结果呢 他也没有出现 所以我会觉得 种种的一个症状来看 这个什么 他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问题 的确是出现了一个什么 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心血管疾病 绝对是一种事不宜迟 就没办法 只要再等几天 请到什么专家 来到现场来帮忙 通常都是要快快速速的去进行解决 所以有很多东西是无法预期 不过呢 我们其实回想到当年呢 这个金正恩的父亲呢 金正日呢 当时呢 为了接班给他的时候 还带着他 坐着火车也到了中国大陆 也去去交办事情 就是说去去拜码头 也去 等于都做了很很适当的安排 所以其实北朝鲜的接班人 的准备 可能会如外界所揣测这样吗 他是把妹妹当作 现在辅助他的副手 还是真的当作接班人 在培养 因为北朝鲜 我们觉得女性好像 在政权上面 少有占据未接的人 我不知道林老师您看法呢 我先补充一下 刚刚第一个问题 正常的情形来看 如果他真的是危险的话 他是应该住在医院 还是回家去修养 应该是在医院里 应该是在医院 所以他既然可以离开医院 我觉得某一种程度上来讲 应该是没有问题 至于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是不这样子想 但是如果万里有 接班人的最有机会的 我姐姐还是他的妹妹 君与者 因为从他接班到现在 看起来他是 一直都在他身边 所以很多事情 有时候他代理他 有时候他代理他 所以看起来应该是他 他的小孩子太小 十岁没有一个判断 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判断的能力 其他的 崔龙海 蒲翁柱 这些人 年纪太大 而且如果有这些人来接班 那又是另外一种情形的出现 所以我觉得还是 金与正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 好 那么大家看到 我们可以take一下金与正的相貌 其实金与正跟金正恩 都是同一个母亲 都是金正日的第四人妻子的小孩 那么兄妹俩 当年也都到 先后到瑞士去留学 所以他们其实背景也蛮近的 应该感情也蛮不错的 那么最近这几年 确实是金正恩把妹妹带在身边 等于形同像个副手一样 等于说大家可能也接受她了 但是其实一如我刚刚所讲的 其实要布局有没有那么容易 其实说如果真要交棒给妹妹 觉得震得住吗 我们讲刘老师 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 这个共党的体制 尤其是北朝鲜的这种特殊的一个国家 在共党体制里面来讲 有两个机构是最重要的 第一个是组织指导部 另外一个是宣传煽动部在北韩的话 那这个金余正在原来是担任这个宣传煽动部的第一部副部长 那最近就是去年他或者今年初提升成为这个组织指导部的这个第一副部长 组织指导部尤其受到重视 当1973年他的爸爸金正日取代他的叔叔金英柱担任了这个职位之后 大家都知道他就是未来的接班人 所以这一次来讲的话 金余正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凸显出来 他就是接班人 所以我们也看到金余正在这个月的月初 就对韩国青瓦台有所批判 那批判里面讲 而且是以他个人的名义 从来没有这样子过 所以这些都 他就对这个青瓦台说 你们青瓦台这个昏庸无能 你们怎么有权利来对我们北韩批判 你们自己也在发展同样的这个飞弹武器 而且还跟美国在合作 那我们做这个飞弹试射有什么不可以的 所以的话这个你们的逻辑是有问题的 然后就是说在批判 然后说认为这样子的话 要让两韩之间的仇恨会加深 你觉得由金正恩的自己的小孩 来比方说接受劣势上设政这种状况之下 来维持不可能吗 可能性很小 因为毕竟他的儿子才只有十岁 太小了 你知道他坐在上面 他可能都不愿意坐在上面了 而且这样做了以后就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 还有就刚刚您也提到了 到目前为止我面图显出非常清楚了 金余正跟他哥哥的关系非常好 他哥哥非常信任他 就所有事情他都是他在处理 跟这个准备的 那他今天如果他哥哥有怎么样的话 他妹妹都可以处理 还有就是长白山的血统 白头山血统是最重要的 所以的话他的儿子毕竟是不是太小 所以只有他的妹妹暂时可以做 而且实际上这个朝鲜 大家讲的女人地位低 但是不要忘记 新罗有三个女的王 而且完成三韩统一的人 就是女的王位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这个北韩来讲最重要就是他的白头山 然后他是有掌权 所以他我觉得他是很有可能就是在准备的 万一他要这个有怎么三长两短话 他妹妹就接班 因为这心血管疾病的真的是你还难以逆掉 说一下就没了 现在如果他们要有接班的态势 需不需要国际包括俄国老大 中国的默契同意支持等等 需不需要呢 不知道这些国家的态度又如何呢 当然需要 因为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其实在金正恩他4月11号 主持劳动党的一个 他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时候 其实他有下一个命令 就是这个是他最后一次主持 之后他就十几天没有露面了 他在这一次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当中 的一个常委的一个委员会当中 他就宣布他的妹妹金宇正 担任这个是 就是劳动党的一个政治局的一个候补委员 其实他就已经逐步的一个什么 希望能够把他提升在党的一个 当中的一个地位 所以你是不是金正恩自己有自治之名 对自己的健康很有自治之名 对他应该是觉得说自己的一个健康 的确是已经什么 已经是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那刚刚主持人也有讲到就是说 在他那个父亲那个金正日的一个时候 他在他要让金正恩接班 所以必须要到中国 然后来去那个让他们去那个认识他 然后甚至双方有这样子的一个共识 但是这一次的一个情况下 可能会是比较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 如果他这一次的一个心血管的一个疾病 如果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话 他没有办法出去的一个话 那这个可能会造成 这个就可能会造成一个什么 比较大的一个断层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心血管疾病不是一个什么 就是是一个非常急促的 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是他们一个家族的一个病史 他的爷爷也是因为那个心脏病 然后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心脏衰竭 但是他父亲的时候其实大概是已经知道说自己的一个身体已经不是很好 但是金正恩目前才36岁 所以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接班的一个态势 没有像他父亲的一个时候这么样的一个什么 这么样的一个完整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有可能在整个的一个党内的一个 或是他的一个北韩的一个甚至是金氏家族里面 会出现一个什么会出现一个变动期 大家不要忘了就是那个金正恩还有一个哥哥叫金正哲 大家都说他好像对政治没什么样的一个兴趣 他好像只对于摇滚乐 甚至对于追星比较有比较有兴趣 但是呢这个会不会是他在他弟弟面前的一种伪装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之后我们要观察他的一个整个接班的一个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金正恩是不是在很健康的一个 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进行这样子顺利的让他妹妹来接班 或者是说他是非常突然的一个过世 那如果是他非常突然过世的话 那可能他妹妹要接班的一个话 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会比较大的一个阻碍 我们看到过去呢好一段时间常常三不五十 在金正恩刚刚接掌政权的时候呢 北朝鑫也常常传出一消息说金正恩呢 跟祖父啊今日成长得好像啊 就是想唤醒民众对他的认同跟快速对他的拥戴 所以其实还是要费一点力气的 也就是说北朝鑫现在的政权结构是不是真如同 他们想要这样安排接班就可以这样 有没有到那么稳当的状况 以现在北朝鑫的局势呢 但也有人说有没有可能会另外有其他领导人 比方说集体领导这种状况会不会可能出现呢 虽然不是说能够完全照他的意思 但是他们想怎么做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1988年汉城奥运以后 因为奥运的表现韩国表现得太好了 所以韩国的国际地位蒸蒸入上 过来这个89到91年南北韩又签了一个叫做 这个南北和解不可亲交流与合作学义师 这一下大家都认为南北韩马上就可以统一了 南韩的金永三等已经喊出这个2000年前韩国可以统一了 两三天在韩国统一了 北韩到哪里去 北韩就没有了 所以才会引发这个核武的这个比较强烈的这个争议 就这样子来 但那个时候大家就说 这个南北韩 北韩要崩溃了 没有崩溃 多少次这个金正恩政权要组长政权的时候 这个韩国的政党协会跟朝鑫日报华联合举办一个 金正恩政权平价的国际协事研讨会 认为金正恩政权顶多撑一年 再了不起不会超过一年半 结果都没有 所以你可见这个家族掌控北韩的政局 我想大助应该没有问题 是根深蒂固的 听听的刘教授你的看法又如何 因为坦白讲世界变动的脚步越来越快 即使是当年的苏联都瓦解了 连中国其实也相当程度的 有从经济为主导的先开放 逐步再开放 这个国家封锁到 极致封锁到一般民众是不能够进出 每天进出这个国家只有可能不到一两百人 不论你坐火车或坐飞机 这么少的情况 能够持续就这样封锁下去吗 又维持金氏政权这样维持下去吗 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北韩或者是北朝鲜 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 很多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 第一个它的这个金氏家族主控 我完全同意这个委员刚刚讲到的 它的完全主控的 还有一个我们要知道 它的阶级非常清楚的 最高就是金氏家族 所有那些官员军人党员 全部都是等于是加成在服务金氏的家族 所以任何人想要做这种权力军队的政变 或干嘛干嘛 几乎很难很难 还有它的国安控制的非常的密切 你就没办法做到的 那唯一可能做的就是 这一些叛乱必须是出自在国内部的精英 所以为什么金正恩义上来 第一个就先把李英浩给除掉了 因为李英浩长军权 他的权力最大 他如果要怎么样的话 他没办法控制 就先把它解决 第二个就是外戚 张成泽 他的姑父 他的姑父 政治 军事 经济 全部掌控 把它解决了以后 等于北韩 就是完全在他们的 这个兄妹两个人的掌控之下 那一般老百姓 更不要讲说什么武器啊 或者什么 都不太可能 因为北韩的公安系统 非常非常的严密 据上当年他去抓张成泽的时候 在没有人知道之下 忽然间出去就把他抓起来 因为金正恩长有国安的 这个团队的最高的权力 没有人能够知道他干什么 他谁都可以抓 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呢 这个金氏家族控制的这个北韩 是已经是非常的这个紧密 不是很容易的说什么 从下面来推翻这个政权的可能性很小 然后呢 军人大部分也都是社会的特殊阶级 然后都得败军人啊 政治都是败他家之士 所以如果照这样讲 就维持这样的政权啊 这个极度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呢 应该可以还很久吗 现在其实关键是他开放之后 开放之后 反而是他的危机就要来了 因为要互动啊 你就要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啊 外面有很多人来啊 这样就会开始比了 那就那他的危机应该是在开放 所以他没有还没开放吗 对他现在没有完全开放 我觉得说金氏家族的一个掌权 会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 我觉得有可能会是来自外部的一个力量 特别是那个 我不要忘了那个2017年 那个金正恩被暗杀了一个之后 他还有一个儿子叫金涵松 现在是在美国所保护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如果呢 当那个金正恩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政权 如果他突然过世 那或者是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政治呢 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的话 美国有可能会去介入 那美国去介入的话 那去扶植另外一个金氏家族 而且呢金涵松呢 他还是比较正统的一个什么 白头山的一个血统 因为他的母亲呢 是真正的一个北韩人 那反而是金正恩跟金宇正 他的一个母亲呢 是一个在日的一个朝鲜人 所以我会觉得是说 在整个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外部的一个力量的一个介入 外部势力的一个介入 有可能会是一个金氏家族 或是金正恩他的一个政权 能不能稳定的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金正恩呢 在执掌这个北朝鲜呢 其实手法跟他当年这个祖父 跟父亲也不一样 毕竟他是年轻人 所以其实他有很多的开放的作为 那么有一些作风的地方 他对国内的民生娱乐的建设 不遗余力 办了很多滑雪场 新建很多滑雪场 还有一些什么温泉特区 尤其刚才各位教授特提到 这个白头山市 这个北朝鲜的圣山 因为当时革命的发源地 当年他们在抗日的时候 就躲在那个地方 他们把这个地方 视为最神圣的地方 可是白头山这个地方不仅发展了 还有一个三十渊 这个地方 现在还有三十渊 乐团也很有名 其实这个地方也都在开发 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以来的一个照片 逐渐的开发出来 也繁荣的景象 显然好像金正恩 非常讲究在国内 有关给民众的一些新的娱乐 这些观点可能是 他留学欧洲学到的 大家对于北韩的了解跟认识 我想跟北韩的数据的情形 有差距 这个北韩有什么好处呢 生小孩子 政府给你养 这个生病 政府给你看 这个念书 政府付学会 这个毕业以后的就业 政府给你安排 住家 有政府配级 吃的东西 有政府配级 你说有什么不好 所以当年 普正西的时候 跟金日成 曾经有过一次的这种废谈 废谈的结果 他们发表了一个叫做 七宿共同声明 这个七宿共同声明的 简单的内容就是说 南北韩不要互相为敌 我们互相开放 你北韩可以到南韩来 南韩可以到北韩去 结果开放了以后 听说南韩不敢输出 为什么 因为北韩的是平均都可以过的火的 刚刚讲的 住的住的生的 什么问题他都替你解决了 而南韩是贫富差距太大 游的太游了 没有钱的太没有钱了 火不下去的太多了 所以一度曾经有所谓这个帐篷村 你想冬天在帐篷村过火有多苦 你没有水没有电 你没有这个暖气设备 你怎么生活 然后我的一个韩国朋友 很好的韩国朋友 他曾经当过两三个部会的部长 曾经当过国会议员 他当统一部长的时候 听说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他就问刚好有机会去拜访江泽民 他就问江泽民说 听说你们中国人反对 我南北韩和平统一是真的吗 请你指教一下 这个江泽民就给他说 你统一如果对中国有利 我当然支持 但是你对中国不利中国 我当然反对 而且他送他十六个字 这十六个字是什么 战者战败 何者何拜 不战不和 不胜不败 这个意思 我的推测是 维持现状最好 但是现状过得很好 其实就是这样子 过有过的长次 那么在民事新闻多达八次的 北朝鲜采访的过程当中 我们确实可以证实 北朝鲜民众很骄傲说 我们有免费的教育 我们有免费的健保 那么我们每个人都配给房子 不像你们还要贷款几十年 那么北朝鲜的人士来到台湾 参观访问的时候 我印象里他们也提到了说 这个跟我们国家比 你们的台北市这么样脏乱 这么杂乱 这个房子一动动乱七八糟 他们觉得非常难看 所以他们有他们的骄傲地方 不过我们也必须说 举世只有北朝鲜是非常特殊的 在我们现在WiFi 我们各种社群媒体 这么自由灵活运用的同时 这样的国家 这种制度全是成为举世无双 即使中国都不是这样经营的 俄罗斯也不是这样子经营的 他可以完全用经济 也可以自己自足的这种方式 尤其国际间又对他封锁 所以他什么都自己来 这个国家的发展 他能够维持这样政权不变 这种体制不变 当然你们以政治学长期的观察 我听听老师 您看法 这个还得多久了 假如他是一个继续这样子封闭的话 他还是可以存在的 因为说实在的 他的经济发展的话 大部分还是靠中国大陆的援助 只是说明的暗的 他就是有援助了 所以的话 他的经济是可以存活下去 如果就这样子而已的话 当然他是希望把经济能够发展越来越好 所以北韩他也 北朝鲜他现在也有 也在做想要变成5G 他也要做 也有做这些 像他说 骇客是世界一流的骇客 这个上次那个 班格拉戴士就是被他 就是被他去骇 然后拿了数十亿的美元给拿走了 所以就是说 他有这种能力 也就是说刚刚老师讲 他在那里训练的时候 他就是金日成大学 却有训练这种IT的专家 骇客的部队 数万人的骇客部队 也就是说他在5G的上面 在某种程度上 不一定输给我们 但是在经济上面 确实是不可能跟我们 这么好的生活相比 那所以的话 他有他的生存之道 所以我刚刚有讲了说 这样子的政权 如果他不开放的话 他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 或者来的话 你也不能乱讲话 所以他是可以存活 他本来是想要 要发展这个观光业 因为这是在国际制裁之外 他就想要发展观光业 就把原山跟金刚山连起来 让你一去 你就可以去个一个礼拜 这样子的话 他就可以多赚点钱 他原来是要这样子来做 但是也是因为 新冠病毒的问题 所以全部也都停了 他也建了一个新的机场 国际机场 所以这些来讲的话 他确实是有一些的方法 来让他的政权存活 尤其是金正恩上来 他允许的一些 私人的经济的存活 来进行这个东西 所以他有在改善 但是就是改善的幅度 是没办法跟我们这样子的 已开发国家 他还是差很远的 但是他是在不断的 进步改善之中 所以我刚刚讲到 他的真正问题是说 如果他真的完全开放的话 他会面对了很大的挑战 因为跟人家一比了 你就相对上差了 你宣传是宣传 是在固定的 那个笼子里面 你做的宣传 笼子一打开 大家看到就有的比较了 所以这个北韩 它还是有一套的 这个金正恩 在这个北朝鲜境内 去做了很多的民生建设 娱乐建设 包括刚才所提到的 圆山这一带 不仅是非弹事射的 这个重要的地点 他在这里也新建了 很多的民生娱乐 尤其在圆山的 刚完成了一个杨德宇旅游区 这个旅游区听说只针对 也有滑雪场 也有温泉 只针对北朝鲜人民开放 还不打算开放给外国人 过去他是观光 就是他想招揽国际 而且北朝鲜 这两年的国际速跑 就是慢跑 其实也蛮流行 很多人就到那里去 观光也做慢跑活动 如果没有别的疫情的话 这个国家几乎是 美国川普最大的痛脚 所以他可能发展的未来 是什么样 我觉得北朝鲜的一个 他能够这样子 维持一个非常封闭的体制 然后能够维系这么久 当然很重要 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因素 中国的一个因素 现在是联合国 给他经济制裁 为什么他不受影响 很重要就是什么 中国还是私底下 或民或安 给他很多的一些援助 中国大陆不给他援助的话 我觉得北韩的体制 可能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北韩跟中国之间 其实就像一个什么 互相绑架的 因为中国大陆需要 北韩的这样子的一个战略地位 是跟南韩 跟美国的一个势力 很重要的一个缓冲区 所以北韩可以对中国大陆 于取于求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北韩的一个什么 北韩的一个 他的一个 在战略上的一个优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北韩的一个整个体制 能够这样子的一个封闭维持 除了他讯息的一个封闭 还很重要 当然就是什么 他的一个经济上来源的是 是来自于中国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不论给中国大陆 多大的一个压力 中国大陆还是什么 还是愿意来去给什么 给那个北朝鲜 这样子的一个 经济上的一个援助 所以我又觉得是说 这两项的一个因素 合在一起 成就了一个什么 北韩的一个 现金的一个 最封闭的一个 党国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体制 那这种封闭的 这种党国的一个体制 能够维持多久 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什么 就是中国大陆 愿不愿意再继续支持 北韩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体制 从现在来看 美中贸易大战 美中之间的一个对立 越来越严重的话 那北韩还是一个什么 中国大陆很重要的一个筹码 不要忘了 北韩它还是有拥有核子武器的 那另外呢 就是金氏家族的一个什么 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政权 稳不稳定 这个也是另外的一个考量 所以我会觉得是说 只要这两项因素都还存在 那我觉得整个的一个 北韩的一个党国 这样子封闭的一个这样子体制 还是会持续的下去 好的 那不问如何呢 世界局势呢 这个变化万千 洞见观瞻 其实呢 北朝鲜这两千年陆续 又发布新的消息呢 那么有什么进展 我们随时掌握 谢谢几位的分析 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